孕育台北总教区中安柱总主教圣昭的摇篮 嘉义教区伦北圣母吴殿圣心堂 10月17号下午隆重举行 开教115周年即圣堂重建落成启用大典 由中安柱总主教主理 五四三二一 云林县长张丽善等地方首长 跨宗教的伦北长老教会庄智杰牧师等多位牧师长老 还有来自全省各地的神父兄女教友 超过一千人共襄圣举 见证了美好的时刻 在中安柱总主教将圣堂钥匙 交给本堂斯多狄多神父 以及传协主席中会军之后 他敲响大门带领教友进入圣堂 伦北乡教友多年的期许 在此刻获得了圆满 迷萨圣圣祭时 宗总主教感性地讲到了 伦北天主堂募款令他感动的地方 我们有不少的年轻人 他们把他们一年工作所得捐出来了 小朋友们家里面放着纯田桶啊 放着那个小猪 那他有零用钱就投进去 后来 拿到圣堂来捐献啊 所以这个圣堂盖得这么漂亮 但是一点一滴 都是从我们的穷寡妇的两副钱里面拿出来的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 我们有阿伯 有一个阿伯实在是我们的模范啊 就是我们的老会长 大家都知道老会长 一伙一伙 众群佑老先生 他虽然是在他生命的末刻 躺在他的病床上 常常一直想着 圣堂现在盖到什么程度了 一直要问他周围的人 要告诉他 我现在已经到第二楼到第三楼了 现在阴架拆掉了 一直很关心 在生病当中还要孩子抬着他 来看一看这个建筑物 然后他很操心 他确实是把他的棺材本捐出来了 后来 天主的安排很奇妙啦 他就没有办法 他本来是 本来一起想着说 今天他能够跟我们大家一起参与 来看到这个新的圣殿的落子 可是他没有办法 我们的教友们 也很棒啊 因为知道他的遗愿 就是要看到这个圣堂 所以在他殡葬的时候 故意把他的棺木就从所有村 就一直走走走到圣堂 把他的棺木放在大门口那个地方 停了一下子 让他在门口看个够 然后再送到父母去 所以这个圣堂的 的落城里面有好多感人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 和鲁贝堂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真的很棒 我也深以为 我是鲁贝堂的一份子 感到光荣感到骄傲 给你们鼓励鼓励 中总主教对教友也有两个期许 首先是要精进自己的领袖 他说 天主住的地方就是圣殿 我们领洗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因着天主圣山领洗的时候 我们都成为圣殿了 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为了世俗的事情操心忙碌 我们有没有想到 我们这个圣殿 让我们的圣殿都是很杂乱啊 有没有常常清洁我们的圣殿 有没有让我们的圣殿 是天主圣山喜欢居住的地方 那第二点要勉励大家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团体 我们轮背天主堂的教友 那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 就组成了一个教会 我们周围还有那么多的人 不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要去服传 希望我们这个轮背天主堂 这个教会是一个火的教会 是一个信仰很堵实的教会 能够行爱德 当然我们最棒的是我们教区 因为我们有若慎医院 也可以结合他们 我们也可以去医疗的传爱 若慎医院他的医疗传爱 可以借着我们这个圣堂 也可以做得更大更好 所以我们教会要结合起来 圣府机构跟我们的教堂跟医院 我们都要结合起来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 因着这个新圣堂的落成 那我们的这个福传就做得更大更活泼 那天主呢 他在我们这个地方就受到光荣 祭台祝圣 富游 奉香 气荒 伦贝圣母无殿圣心堂 如同磐石般的 屹立在伦贝世界 这座圣殿 不仅是教友与天主往来的至圣所 更是天主 更是天主广尸恩宠的福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